他复词 此真如者 这个真如门 以言说分别有两种意 这边讲言说分别是不得已的 以言浅言 以生子生 方便众生理解 所以他有两种意思 谈到真如门 他有两种意思 第一个叫做如时空 以能就近显时故 谈到如时空 是谈到真如离体 他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在无相当中硬要跟你谈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的状态就是 没有一切染法的存在 不与一切染法相应 注意相应两个字 相应叫做融合 常讲水乳交融 对不对 那不相应就好像油跟水一样 你把油倒在水里面 油是油 水是水 那个叫不相应 我们的真如跟我们的无明 无始结以来 就是并存在阿赖爷里面 可是真如 他是如时空 即便无明四面包包围着他 不论他在这个无明的包裹有多久 所有外面的无明都没有趁虚而入的机会 真如他是如时空 这些东西不进去的 永远不进去 那时候现在我有染污呢 因为现在还在无明 把无明拿掉 就如同外面的衣服剥掉了 你就看到一个真正的赤裸裸的一个原相在那边 所以不与一切染法相应 就是不跟一切染污的东西 做一个融合 所以以妄染空 而所有的一切事实 即是真如实相 我们要奉行十善 要奉行十善之前 你先做 断除十恶 十恶是无明的总称 把十恶拿掉了 你的那个真如自信的信德 婉然在呀 清清楚楚 丝毫不漏 十恶没有拿掉之前 我们所有里面的实善 它是有条件的 刚刚讲 在分别的前提之下 采取作用吗 先考量我愿不愿意 所以称性的功德 称性的利人的事情 称之为功德 称之为无量 所以先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不要急往外面去做事情 但是不急往外做事情 不是叫我们遇事不去做 而是告诉我们 不要有贪圆心 该让我们立事练心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闭门家中做 然后该让我们 亲近保守自己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无聊 一定要去外面 扰了一堆是非 让自己觉得热闹 那个都是人心的作祟 所以如时空就谈到 一法不利 一念不深 一尘不染的意思 谈真如本体 它的真实的一个相貌 就是如此 所以人之初 信本善 信相继 习相远 后天习信 秉信的一个染污 那个信德就不能流入 然后在这个一切 染法不相依的情况之下 他随缘起大用 叫做如实不空 以有自体 具足 无漏信 功德固 我们的真如里面 没有受到染污的话 我们自自然然 会爱人 会敬人 爱别人 跟爱自己一样 敬别人 跟敬自己一样 我们面对自己 有困难的时候 困难我们就迫不及待的 要什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没有人我像的 一个分别对待 你看到别人遇到痛苦 你也会有那种 燃眉知己的心态 想要帮助对方 这就是诸佛如来 他们正到了 那个所谓的涅槃境界之后 他不舍众生 他不舍众生 不是他念自在之的 有众生的相 不是 是他自信的那一种 爱人之德 很自然去做 他把所有在六道轮回的众生 当做是他自己 他以爱己之心 爱所有众生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基督教有一句话 叫做神爱世人 那个神讲的是天父 把他唯一的独生子 就送到了人世间 耶稣基督 为了救度人世间的人 他被钉上十字架 释迦牟尼佛把他唯一的独生子 罗侯罗引到佛门修行 罗侯罗也不是普通人 但是古佛趁愿再来 他发的愿 法华经记载 他为诸佛如来的独子 来视线有庙 修到的好 我们巴望孩子 成家立业 子孙满堂 季御满堂 瓜蝶名言 他要不要子孙满堂 是他的因缘 你不要阻挡 阻碍 但是你也不要推破阻滥 顺其自然 所以结婚是业远 没结婚是你累结里面 你不跟人家种这个业远 没有人要找你报仇 所以人家不做你的老婆 不做你的先生 也没有人要找你报恩 所以人家不在旁边伺候你 答案就是这样子 顺其自然就好 他没有好与不好 所以佛把所有的众生 当作是他心内的众生 是他自己 他爱的有没有 就没有任何的分别 我们的自己 具足这样的无肉性功德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功德 像各位前写 想想看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是怎么把他糟蹋的 我当年刚搬进 现在住的地方的时候 对面的邻居 没有搬过来 我每一天 因为我住三楼 还有四楼五楼 我每一天就把 那个一楼到三楼 楼梯间 楼梯擦得很干净 因为我天天要走 为什么不坐电梯呢 舍不得坐 觉得浪费电 我够老实 那走楼梯要把它干净 我不是只有扫我自己 我要从三楼走到一楼 三楼又只有我一户 我们是双户的 所以我就把那个楼梯间也弄得很干净 过了两年对面搬过来 我就开始我的楼梯间就变成阴阳河了 为什么 我扫我家这一半 以电梯为界限 然后把我这边擦得干干净净 我擦地是要用手柜在那边擦的 然后有一个很恶劣的动作 擦完以后要出门 那穿上鞋子 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 走开我门口这一块楼梯间 有没有 我把鞋子摆在对面的 那一家的楼梯间 反正污渍踩他家的地 不够老实了吧 我没有学到以前 哇他哭泣就是这么一副德性 没人的时候是我自己在使用 所以我擦得很高兴 有人的时候就开始分别 你家门口我为什么要擦 所以你看一看 擦的时候动机也不纯正 是为了自己的赏心悦目 不擦的时候动机更恶劣 这一点小亏也不肯吃啊 那点心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所以不学圣人之道 我就是阳珠再来 孟子说啊 邪门的一个人物 所以非常感恩 感谢天安师 感谢道场 虽然修得不好 但是有一些理念修正过来 还慢慢的有没有 道理懂多了 哎呀他们找 扫地啊 OK从五楼开始往下洗啊 洗到地下室 每一次洗完的时候 就是我跟对面的洗 他也是不计较 洗完的时候就有人说 你们怎么不找我啊 刚开始会计较 哎不用了我们两个人洗 像那个雨声水声 哗啦哗啦那么大声 而且洗到哪一层还要跟你那一层借水龙头 因为我们的水管没那么长嘛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洗我家的楼梯还要用到你家的水嘛 每一次洗完你都会碰到人家 哎呀你们都不叫我们 每一次都你们自己洗 好像还有罪了 那心里会不舒服 到最后心里想 哎真的 为什么我们不照顾呢 是我们预设人家不会帮忙吗 心念就一直一直在矫正 所以我就知道 我即便还没有飘飘在天堂 最起码 我跟三个道先暂时绝缘 我讲暂时 因为修道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一个不留神 我又打回原状了 所以不要急于往外面去行很多善 给你机会你就做 做的时候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做 咱们为了灭无名啊 把自私自利的心拿掉 所以十二去了 十善 宛然在 从来也没有任何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缩减 这个叫做如实不空 所以如实空跟如实不空 一个是谈真如理体的 本体的现象是如实空 然后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所谓的 如实不空就是他的用 他的像 如来藏里面含了万善美德 所以依着如来藏 才能够率性之未到 他何于良心啊 在没有证悟之前 各位前嫌 不要随便讲个率性之未到啊 你到底是算哪一个性啊 习性秉性秉性还是天性 都还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曾经在中心研究 六祖谈经的时候 前行班在讲 哎呀率性之未到 后学就问 请问你率性之未到 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 出来的一定何于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道理也不明白 也不是有心挑衅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分不清楚 性有这么多的染污里面 真性不见天日啊 要率性之未到容易吗 阿罗汉都还没有率性之未到 阿赖爷的见分相分没有去啊 所以没有那种舍己从人之心啊 到了登地菩萨灭一封无名 就正入一份的真心啊 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离开 慢慢的离开能跟锁 到了等觉把能锁完全破掉 平等观就现前 当然要到一品身相无名 完全灭的时候 那个平等才是真正起大用 所以唯佛能起平等 那个平等是 他真正的势透万法一心啊 等觉还有一个身相无名在里面 把当初一念不觉的能动心 当做是真实用 那个扫掉了就没了 谢谢大家